小白 小白 回来了 有事吗 又要借钱了 不借 夏月还你 你 没钱了 他过生日 谢了 我来写就好了 没关系 我都已经洗完了 被文字咬了 不能让他知道我吃芒果过敏 被文字咬了 那我们现在 该走了 好 走 走 走 谢谢 这个要我帮你吗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可以 我们 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你还想去哪儿 我 我没有 爷爷 爷爷 你要回去啦 我要回去了 有偿买啊 好好好 送人家 本来就打算送的 不用你提醒 走了 走了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好好 爷爷再见 再见 好 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生日都过这么久了 自己拿着玩吧 你生日当天我给你买的呀 而且生日过了也可以再用嘛 我来吧 谢谢了 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这个是我根据你网上的名字配的 枪杠 对了 今天女生 带你去买礼物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客气什么 有来有我 安全带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好呢 我都可以 平时你都去哪儿 我很少有给人买礼物的机会 那 那你也没有给女生买过吗 我都说了 我这个人很实际 一点都不懂得了 那你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比如说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去吃个饭吗 自从我进入CTF这个圈子开始 我关心的 就仅仅只有团队的成绩 和如何让中国 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 拿到冠军而已 你已经很棒了 真的 你有自己的梦想 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不是 也要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呀 当然追逐荣誉很重要 比如你的战队 获得了比赛胜利 你可以把这份荣誉 给你的战队兄弟们一起分享 但是当比赛输掉的时候 或者你辛苦的时候 你肯定也想找个人 倾诉一下吧 当第一当然很好 但是当第一也很辛苦吧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去当你那个倾听者 去陪伴你那些不快乐的时光 到了 我平常反正都在这边买东西 买一些什么好呢 不用了 我教练很多这种电脑配件 不用再买了 很多电脑配件 你是计算机专业的 你要是不挑 我就自己选 我真的不用 我玩游戏完全不行 你给我买了是浪费钱 这些很简单的 你这么聪明 十分钟应该就适合你 那你买帮我学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可以学 天生 您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最新的游戏 您需不需要试一下手感 不用 谢谢 好 这么多 来 这边 来 给我来 等我一下 所有最好的 静静说声 我爱你 一起走 一起走 把你拥抱在怀中间 这是什么 乌龟 它跑得非常慢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猪 看起来很笨 实际上很精明 这是终点难度 熊猫 我们国家的国宝 所以这是难度最高的 我这样游戏 会分成三大类 这样子你在玩的时候 就根据标签 可以知道它的难易程度 可是我玩游戏是短板啊 不懂就问我 给你找我那句话 这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同言是猪 不用吗 不用吗 渴吗 不渴 要买衣服吗 不用了 鞋呢 我有这些已经够了 我自己拿吧 你之前是怎么约会的 我没有想打谈你隐私的意思 只是我不太懂 所以问问 你是我的初恋 你跟